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神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唉,很多新聞要跟大家說 又下雨又盛盛 昨天說到兩個傭人 原來不用下沙井工作 這件事就枉死了 很嚴重 究竟是什麼詳情呢? 待會研究一下 另外,快刀手斬錯自己人 五名刀手亂斬 斬錯了一個哥哥 當時有人大叫,好像斬錯自己人 這樣就入廠了 腳被斬到傷了 不知道以後可行不行 另外,有位網紅就是離世 那個網紅叫張天韻 是有子宮頸癌的 之前說不做西醫治療 就選擇中醫 他說自己已經活過了他的 醫生說他幾多命 幾多歲 他說已經活過了 生前撐著拐掌就錄影 稍後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位老翁可能像林家棟一樣跳籃 但是一會兒就自己逛下了 就跌在道路上 那輛車就差點就剪過他 哇,恐怖了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呢? 因為看到他點了就不能動 另外還有很多打架的新聞 要跟大家跟進 詳細新聞內容 香港雨量達暴雨級嗎? 當然了 黃雨警告也有四小時 西貢北區雨量超過70毫米 那邊其實有紅雨 50毫米就紅了 30毫米就黃了 西貢北區那邊就厲害很多 深圳那邊呢? 厲害了 多區暴雨紅色的預警 我們香港人經常上深圳的 這個當然要知道 Ivan Sir在東莞那邊有廠 給我看的 哇,那些路浸了 很厲害 羅湖區南山區福田區保安區 光明區龍華區龍江區 發暴雨紅色預警訊號 3小時達100毫米以上 哇,厲害 有些托兒所那些 中小學都要停課了 有山紅、有滑波、有泥石流的災害 不說得少 隔了一條深圳河 真是香港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你告訴我 昨天有人說 我那個區沒下雨 不是啊 很簡單 都是大罩雨 為本港多處地區 帶來超過40毫米雨量 相對濕度91 紫外線是零 陰天多雨 狂風雷暴 吹和換南風 小心小心 那個山頂纜車 因為嵌樹 停運了三天 就在今早7時半 恢復行駛了 那就好了 有客人來到 沒有東西玩也不行 行路上山頂嗎 對不對 小巴不懂得搭 在香港站上去 現在藍車好玩一點 直線拉上去 超哥說 李家超 他說 內地排鴻前 會通知聲 絕不會令香港水浸 這樣說 不有信心 對 他說 對 就算香港水浸 也與內地排鴻前 知道嗎 好了 另外說一下 香港的醫療是很嚴重的 中港司機乾衰竭 在內地回來香港就醫 在急診室等到死了 家人在醫管局殺償 急性乾衰竭還去急診室 還看公家 那些 他驗都未驗 他不知道你急性乾衰竭 他以為你肚痛和累 如果這些 中港司機急性乾衰竭 進入內地醫院 在內地醫院已經有診斷出來 其後坐救護車回香港 去到屯門醫院 列作第三類緊急個案 說要等幾個小時 被家人發現 已經冰凍和僵硬 死了 硬了 真是很可憐 但急性乾衰竭 車回來也沒得到醫院 他真的不清楚 他用什麼醫療方法 他本身已經衰竭了 內地還可以換衣服嗎 不要問我了 我知道有人換衣服 但我不懂 19號 入品高等法院 在民事途徑 向醫管局索償 香港的醫療 你急 你急 不應該看急症 這句話很反智 我講出來也覺得 不要看公立醫院 急便去私家醫院 防備病 肝有事 兩件事 一是喝酒 二是夜睡 兩件事 要戒酒 和早睡 我現在早睡 身體開始在回復 我覺得這陣子 不是雙風感冒那麼簡單 是病毒來的 哪有搞那麼久 沒有那麼久 以前雙風感冒一兩天就好了 這些是 一整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有 唉 好了 另外講一講 那位 香港網紅張天韻 小姐 她子宮頸癌 病小 中年32歲 生前撐拐掌錄影 真可憐 過了生成過月 才向外公佈 她叫Tiffany 五年前 二十七歲 有子宮頸癌 一直勇敢和病魔對抗 有出國治療 做了一次手術 又做了電療 又做了化療 又做了免疫治療 今年初曾經感性表示 多謝陪伴 在她身邊的每一位 在二十號 家人透過她的IG 有一張黑白相 公開了她已經離世一個月的消息 她說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 Tiffany早前病況急轉直下 三月已經安息主懷 據悉 她的後事 在今個月二十七號 在教堂上舉行 她是一位網紅 曾經擔任過節目 對不起幫緊來的嘉賓 上年有參加網路的電台節目 她的病情明顯加重了 需要靠拐掌和輪椅去活動 睡前也要吃止痛藥 指著背痛才能夠入睡 如今病逝的消息一出 很多粉絲很難過 生死有命 她生前的照片 沒有辦法 我有一個朋友 她也是有子宮頸癌 她去看中醫 我不看到她有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她應該是二十七八歲 我和她一起看中醫的子宮頸癌 現在是四十幾歲 她還生了兩個兒子 每個人的命運都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另外昨天說 懸和路 兩死的沙井以外 她本身是不用他們 進入沙井 為何會這樣死呢 兩死者原本無需進入沙井工作 四個工人在游樂場進行污水渠清洗工程 會從沙井外引入高壓水喉清洗 根本不用下去 但在二十三日零時零分 兩個工人被發現暈倒在沙井裡 被救出後 另外兩名工人 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 搶救後證實死亡 當然是家屬悲痛不已 死者的父親 後悔未阻止兒子冒險 他父親受訪 因為很年輕 死者 一個二十六歲 一個三十四歲 三十四歲 那位死者的父親說 其實兒子很勤力 很癡家 賺得不多 每個月都被家用 中五畢業之後 就是做積訓局學徒 做過三行 三行 做過蕭罕工程工作 當時 因為做三行 要擒棚架 危險 轉工 一年多前 父親由鄰居口耳相傳 知道兒子轉行做渠務 但他沒有說過要下井工作 一早知道 如果知道就不讓他做 後悔未能阻止兒子繼續開工 這些很難說 兩名死者的家屬 工程大判 會給他們一筆 因恕金作緊急支援 但為什麼 說不用下去 又會下去呢 專家推斷 開井蓋的時候 那個 劉化氫的含量是極高 工人一聞到之後 是暈了 跌下去 跌下去 那 這是一個大意外 推斷有機會 因為工人一打開井蓋的時候 哇 那股味厲害 一暈就跌下去了 一索就暈了 哇 這樣 吸入大量又會死 跌下去也會跌死 你跌下去 你先投下去 哇 真是可憐 那有兩個人就沒事了 真是太幸運了 但好像說有一個 都是躺在地上 雖然有反應 但還是暈 這個專家應該推斷得對 沒有理由在地上 那個人也是 動彈不得 是不是 跌下去更加 哇 困獸鬥 那樣也是 死得慘 對了 這是一個枉死 其實是否這些裝備 差一些東西 他們是否應該要戴那些防毒面具 不是 打開口的時候 他有沼氣 一出來 一暈倒掉下去就死了 沒有命了 這個要檢討一下 那個裝備 如果不是死了 不知道是甚麼事 另外 長沙環 在商場 餐廳 有個男人暈倒了 宋遠又死亡 死在餐廳裡面 長沙環 升月居商場 昨天早上10點13分 聖陽 75歲男 食客 在餐廳裡暈倒了 初時清醒 其後陷入昏迷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宋張明外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證實不治 人員正了解男子生前狀況 死因有待 調查 吃吃吃東西都會離開 真的很少聽 現在越來越多 這些無端端撤死 昨天兩宗 年輕人 今天一宗 都老了 75歲 但下街吃東西 應該也不太病 有時候的東西 好像六合彩一樣 1.5駐中 每駐派 533萬這麼少 退休 500多萬 我昨天問我朋友 多少錢才可以退休 他說兩千萬 最初他說一千萬 我一千萬 他把銀行收息都可以 我神經病 只有三厘 一年三十萬 一個月只有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我兩個人 那兩千 他說 慢慢就夠了 兩千萬 二獎沒有人中 三獎71駐中 每駐派 63,240元 喂 他每駐中 530多萬而已 但是1.5駐中 有半駐是派 210多萬而已 真的 真的退不了休 不是跟你開玩笑 如果你拿了錢去 如果拿了錢去做首期 你更麻煩 真的更麻煩 你又要公 那你中了等於沒有中 是不是 唉 真的 想想想想 那些錢怎麼花 我問Ivan Sir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怎麼組合 好 另外 說那個年輕人 被人自己瘦斬自己瘦 山林道十六歲少年 被斬雙腳 五個惡殺 大叫 好像自己瘦 怎麼坐上 砍完人走了 那怎麼辦呢 現在 打給阿公 喂 自己瘦 砍了自己瘦 那你說公司做事 砍了人也要軍費 那不用你給錢 砍了人 真的 砍錯人 這件事 真是愚蠢 那當然不對 跟黑社會 對不對 尖沙咀山林道 山林道都砍人 經常都聽到搞事 17-19號對開 有人等朋友 凌晨2點 突然間有個私家車 跳下來 五個惡漢 講都不講買你的腳 這個就 砍砍砍砍砍砍 不知道什麼事 傷者的朋友 事後到達現場 就上了警車協助調查 砍砍期間 突然有人大叫 砍了自己瘦 好像是自己瘦 懷疑 就點錯相 隨即收手 就上私家車就走 傷者16歲 腳和肩膀受傷 就說不認識兇徒 你說自己瘦 就認識你老鼠 問一下大哥 就怎麼樣 這些江湖日事 一定在社團內流傳 就怎麼樣 所以晚上真的不要外出 我開始說什麼 社團那些 你不是得罪人嗎 什麼姓 沒事的 你又黑衣黑褲 他又黑衣黑褲 大家差不多款頭 斬錯人 去錯 東邊街去西邊街 斬錯都有 晚上怎麼繽紛 凌晨兩點鐘 遇到你都不是繽紛到那個時候數 16歲 其實我們那時候 15、16歲走到Dsco 都有危險 真的會斬錯人 幸好我們西瓜靠大邊 那時候 哈哈哈哈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小心點 小心點 沒有出爺街 另外香港打架 當然是常態 觀塘 四個中年男女 胡偶 就是混戰 男女 一邊打另一邊男女 目擊者說 嘩 兩個男女 打得比兩個男人 兩個男人 報紙說 點到即止 兩個女人 反而好像 二死相搏 在那個叫協和街33號的商場地下平台 四名中年男女 語中爭論 開頭就口角 雞兒就動武 手持雨傘 互相揮武 片中可見 其中一個就是 平頭裝 穿深色衣服的男人 首先離開 不跟你吵 但一名穿黑白間條上衣的婦人 就追上去不斷罵 目擊者看到這樣 你猜是否能打成 說都未說完 女人馬上拿著雨傘 打她的手臂 男人被打完 現在還拖 還擊 拿著雨傘 打回她的腳 雙方 你來我往 後來雨傘 互打對方的臉 有攻擊就沒有防守 正常來說 應該沒那麼容易打得中 如果有擋 的話 不斷打對方的臉 另外 再有兩名男女 就上前坐鎮 繼續打 連目擊者也說 她說 長遮對接 一人連環攻擊 頭 難分難解打 目擊者說 這兩個人還擊 不斷狂打 高聲 互少 互鬧 片段沒有交代時間 雙方爭執的原因 沒有交代 但是 打得挺狠 香港人真的 要 讓一下好一點 這樣很容易搞出人命 用遮打就不通 一拱線腳 撞到頭 死了 玩完了 好像阿伯一樣 阿伯 阿伯就學阿林家棟 跳籃 誰知道 下雨 滑腳 在馬路中心 滑腳 好像沒有了知覺 手有一點點動 但是躺在這裡不能動 是嗎 猛虎終須山上喪 你跳 他又厲害 拿著一把傘跳 我自問沒有這樣的新手 我看他也有七十幾歲 打一打很容易玩完 這個在新蒲崗發生 橫月四條行車線跳過馬路 林家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林家棟那些輕描淡寫一夜跨過去 昨天早上11點 有人報警 我還八十歲 八十歲 以為自己會輕功 網民就說 你貪方便 有司機殺車報警 幸好你看到 下雨 很大雨 看不到他滾過去 沒有爛 送院 希望他沒事了 另外因為大雨的關係 港鐵的石門站變了水無間 經驗月台瀑布 網民又串 用了五百年一雨 是嗎 用了五百年的東西 肯定漏水都可以 香港 是嗎 他說 好東西啊 那頂 有頂好像沒有頂 石門站新起的 糟糕 就是一些網友留言 好笑 但是石門站 我小時候都沒聽過這個站 又用了五百年 又真是 簡直離譜 香港的基建什麼鬼 好 好 之前呢 有個消防員 處理車禍的時候 雲島殉跡 家屬獲發六百萬的援助金 今年一月在滴滴尼發生的交通意外 那他去處理期間突然間就撤斃了 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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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六百萬的經濟援助 再度表揚他 寫身救人應用的行為 好了 看看 另外呢 東鐵線上水站北行方向 信號系統組件故障 來回金鐘站列車服務受阻 不過這個 今早7點4個字 不知道整理了沒有 現在還在處理 四分鐘一班車 金鐘去大埔區 金鐘來回羅湖 是六分鐘一班車 金鐘來回羅馬洲是十二分鐘一班車 平時都是差不多 不過可能繁忙時間一兩分鐘是有的 有些意外 另外看到七人車在旺角被 預查 六個人被捕 無牌駕駛 以及收了一些假牌 不知道搞什麼鬼 認識可疑 這班人 疑似犯罪分子 被捕了 被捕了 另外在荃灣素王 二十個內地女 為了逗留條例被捕 年齡幾乎二十六至四十八歲 這麼大的 真的 都要下來 撈東西 另外看看 哇 十九歲大學生 賭博欠債無力還 俄稱換人民幣 騙同學超過十一萬 這件事只是澳門的 前兩天拘捕了她 這麼小 十九歲 又沒力還波債 不過有些傻債是這樣的 傻傻的 自己也沒有錢賺 賺不到錢 只是讀書 讀大學 賭波賭九萬 零用錢 只有幾千 這樣 哄了八個同學 說換三千至五萬三澳門錢 轉給她 幫你們唱人民幣 周圍跟別人說 哎呀 對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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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的 對得很高 對得很高 周圍都可以唱錢 然後就跟大師徒一樣 另外有個 六十幾歲 六十八歲 又是澳門的 但這次是最多人關注的新聞 你問為什麼呢 她的新冠情況嚴重 留意ICU 就需要用呼吸機 她有打過一劑疫苗 這個好像很嚴重 跟大家說一聲 新冠其實也沒有消失過 好了 另外呢 大埔的吉普 非法聚賭 男主持 她是賭檔 非法賭檔 男主持 十一名賭客被捕 錢不多 二千八百多元 但她就拿了一個吉普 來招呼人 經營賭博場所 三個男人 五十五至七十歲 你猜不到女人難倒 八個女人 五十四至七十歲 女人更多 開大檔 香港的物價 消費物價 按年升2% 就是通脹 她說 頭一兩個月 那不是更高於新年 她說首兩個月平均升幅為高 新年 新年應該是 那些人出了商量 或者怎樣 肯花錢多些 她三月上個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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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物價都還是 還誇張了 那當中 其中煙酒升幅 是飆升17.7% 那這個加稅嘛 那就 哇 住屋的雜項都 多3% 其他就 其實有東西便宜了 譬如你 經常買的東西 它便宜了1.5% 不過水電煤 呀 多了8.7% 是啊 那麼基本食品呢 又又又又跌的 即食物的那些是跌價的 但其餘很多 你必用的啦 水電煤 是不是 嘩 加價加了8.7% 但你想一下 你 其實 你人工沒有加的 你人工沒有加這樣 你就 很大鑊 你所有物價都升了 人工沒有加就 大鑊 好 另外說 那些 酒素 那些用紙製的餐具 我今天和謝婷婷有一條專題 供應商說 哎呀好用的 可以這樣用這樣用的 又教你 沒有問題的 70度至80度的溫度 浸下去 過小時都是少少便宜的 那些供應商說 那些供應商說 你現在是不懂用的 糟了 用的餐具都要重新再學過 對不對 酒素 那些供應商說 說說女子在越名村跳樓 昏迷宋苑 30歲 沒有說她死 昏迷宋苑 呀 剛剛凌晨3點 跳下街 看看還有沒有 今天的新聞來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下次再講其他新聞,拜拜!